食出健康 我是食出健康的節目主持人 倒抽下Vivian 今天非常之開心 可以請到Carrie 來跟我們聊聊聊聊天 Carrie 你好 你好 你會教我們 認識一下有機的產品 其實什麼是有機的產品 其實有機的產品 主要是可以說 由生產、種植、加工和運輸 四方面 它都是符合一個有機的標準 例如在種植的過程方面 有機的農作物 它是不可以用一些化學的肥料 或者一些化學的農藥 而在製作的過程 它亦都不可以加入一些防腐劑 或者一些合成劑 所以有機的產品 它是我們所說的天然就是這個原因 另外 好像說會在這個產品裡面 會加入一些天然的防腐劑 是嗎 其實有很多市民都會覺得 為什麼有機的產品 都可以保存到 因為其實有機的產品 都會有一些天然的防腐劑 例如有維他命C 或者維他命E 這些天然防腐劑 其實它都可以令到 產品本身 保存一個比較長一點的時間 但是呢 用這個天然的防腐劑 好像成本會比較貴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 如果一些普通的產品 防腐劑的成本 其實是比較低一點的 但是如果有機的產品 因為它一定要符合 一個比較嚴格的標準 也不可以對人體有害 所以它一定要使用一些 譬如維他命C和E 而這些天然防腐劑 價錢的成本 比普通的防腐劑貴 因為它對人體起碼無害 那在包裝方面呢 在包裝方面 一些有機產品 可能它除了加入一些 天然的防腐劑之外 在它的包裝物料方面 它是用一些特殊的技術 而令到它的產品本身 亦都可以再保存一個長一點的時間 那其實有機的概念 又是什麼呢 其實有機的概念 在我們現在來說 一來對自己 或家人的健康 因為有機它是沒有農藥 亦都沒有用化學的肥料 對我們身體就不會有害 而宏觀來看 就是對我們的地球是有好處的 因為有機我們經常所說 就是一定要有一個可持續的發展 令到土地可以一直維持耕作 亦都不會損害土地的泥土 和它的水分 所以有機其實除了對自己來說 對整個地球的發展是更加好的 那在經濟和循環方面呢 其實我們都很鼓勵大家食有機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要有人支持這個行業 然後才可以繼續發展 所以其實這幾年政府都慢慢 其實除了教育市民說 食有機對自己好之外 其實都希望市民可以支持到這個行業 因為有人買 農夫才會有他的收入 然後這個行業才可以繼續發展 其實可否詳細說一下 為什麼我們要選擇一些有機產品呢 其實我們選擇有機產品 對自己的健康 尤其是對小朋友的健康 是更加重要的 因為小朋友的身體的發育未完成 可能一些消化系統或者免疫系統 都是沒有我們大人那麼成熟的 而我們有資料顯示 每年其實都有人因為 進食一些有殘留農藥的食物 而是死亡的 所以如果我們選購有機食品的時候 就可以比較放心一些 剛才聽到有機食品對兒童來說很重要 其實我之前也看到 報章會說兒童早熟 是因為這個癡激素 其實癡激素是甚麼 其實癡激素 有很多家長都會說很害怕 有癡激素 很害怕小朋友能接觸到 其實我們本身 很多食物 動物身體裡 都會有天然的癡激素 如果那隻動物很天然的成長 本身是沒有問題的 但由於現在很多商人 都希望他的產品 加快生產 和食物可能快些長大 加一些不是天然的癡激素 而我們人體如果長期進食到這些癡激素 才會對身體有害 剛才聽到你說了很多 有關有機產品的好處 其實有機的食品和沒有機 他們的味道有甚麼分別 其實在味道方面 由於有機的產品 例如一些農作物 他們的生長期是足夠 一定是依照他們原本 即植物的應有生長期 才去做一個收成 所以植物本身可以 能夠有足夠時間 吸收泥土裡的養分 一來它的味道會保留得好些 所以有時候我們都會聽到 別人說 真的豬有些豬味 或者雞有它的雞味 其實有機的產品 怎樣可以減低化學農藥的吸收 首先有機的農作物 它本身不可以放化學肥料 和除蟲劑 一些農夫除蟲 可能會種一些能夠防蟲的植物 例如一些臭草或辣椒 用天然的方法去驅蟲 另一個方法就是 例如一個虎瓜 它會用一些袋子 事先做功夫 包著虎瓜 讓一些果形 不能夠侵襲到農作物 而去除蟲 所以植物本身 不會吸收到有害的除蟲劑 或者化學肥料 所以比較貴的原因是這樣 其實都會欠很多心思 對 還有人力 一定會投資給沒有機的大 還有為什麼有機產品 可以保護水質 因為有機產品 剛才提及過 沒有用化學農藥 還有沒有用化學除蟲劑 首先它不會流失 滲到泥土底下 污染到水源 而且用一些 例如我們有一些 天然有機清潔劑 這些有機天然的清潔劑 能夠在水裡 24小時便能夠自然分解到 所以對地球的水 是不會造成污染的 其實有機的蔬果 會不會有營養 其實有機的食物 和沒有機的食物 營養分別不大 不會有機的食物 代表有營養 不過剛才所說 如果沒有機的食物 很容易有殘留的農藥 在食物本身 就會對身體有害 而營養價值方面 沒有調查顯示 有機的營養價值較高 其實那種化學農藥 在人體內 會有什麼害處 其實化學的農藥 殘留在我們身體內 有機會滲入我們的血液 或者停留在我們的胃部 而長期吸收的時候 就會形成很多毒素 而我們身體無法排出的時候 有可能會衍生很多癌症 所以其實我們看得到 在60年代 開始使用化學的農藥之後 其實有很多很健康 明明生活習慣很正常 有做運動 有跑步 而吃的食物很健康也好 都有機會衍生出很多不同的癌症 我們相信有可能 就是因為我們長期吸收這些農藥 其實我想問一下有機的食物和無機的食物 他們在價格上都有分別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其實有機的食物 在我們現階段來說 都是比無機的食物會貴些少 因為有機的製作過程比較嚴格 而大多數的規模比較小 人力的投資比較大 所以它的成本就會高些 還有好像剛才說的 你說苦瓜的例子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是呀 農夫是需要比較長時間 不是噴了農藥殺死害蟲 而是可能要逐棵的植物去包 所以投資的人力是比較大的 還要逐棵逐棵 想想那塊地有多大有多少棵 然後它還要逐棵逐棵 是呀 是呀 真的很厲害 要投資人力 心機 是呀 而且我也聽別人說 有機的產品會有一個有機認證 其實是否有圖可以看看 它的logo是怎樣的 是 我們可以看看 其實有機認證在地球上 每個國家都不同 例如我們在香港 常見的會是我們香港的有機認證 一個剔號 或者美國的就是USDA的認證 而日本的就是JAS的認證 在香港是比較普遍的 這些有機認證 其實是由第三者獨立的機構去做調查 以及批出的 我們消費者看到這些有機認證 就會比較容易分辨 究竟哪些是有機產品 就不會買錯了 嗯嗯 其實都非常重要 是呀 因為我們其實憑肉眼 是看不出 分辨不到 究竟這個產品是有機或者沒有機的 所以我們就要很相信 這個有機認證 我們就不會 可能給錯錢不要緊 但影響健康才最重要 嗯嗯 因為之前都會聽一些主婦說 怎樣認有機呢 我不清楚 因為他們會說 你看到那塊葉子有一塊孔孔 那些就是了 我啊 是嗎 因為這些可能也是誤解 其實不是 是啊 其實呢 一開始在香港 其實有機的歷史 可能不是很長 十幾年 所以很多時候 市民都以為 有機一定是多重鑄 還有一定是多孔的 但其實這個技術很視乎 他們除蟲的功夫做得足不足 所以現在農夫的技術越來越好 所以有機菜不一定是多孔或多渣才有機菜 現在不能用肉眼去分別他們 最重要是認有機認證 對 其實用有機認證去分別店舖或蔬菜是否有機 已經足夠了 其實有機認證是貼在舖面 還是每個蔬菜都貼? 其實不會 因為這樣也很浪費資源 所以如果農場有有機認證的時候 香港有機資源中心會發出一張有機認證給他 而店舖也會張貼在當眼的位置 消費者或是市民可以看有機認證去選購他們的有機菜 另外我也聽到有人說 那種食物叫覆罩食物 其實我不明白是甚麼 是甚麼? 其實覆罩食物是用電磁波 能夠穿透食物去殺死食物本身有的細菌 或者是裡面的害蟲 而亦都能夠保留食物本身的外表 令到它很漂亮 但是又能夠令到它的保存期會長些 但是有調查顯示 其實覆罩食物因為它用電磁波殺死細菌 所以我們在有機產品裡 是不能夠使用覆罩的技術 其實覆罩這個技術在市面上多不多? 其實也多 我們會發覺市面上很多的米或者豆類 其實都是經過覆罩的技術 但是我們市民不會知道 但是一些生產商為了 能夠令到他們的食物保鮮期增長 都會用到覆罩技術 另外還有一點想補充問有機認證 有機認證 其實香港就是這樣設定了一個覆例 其實是否全球都是一樣的? 不同的 其實每個地方都有不同的標準 我們以香港為例 香港的有機主要分為轉型期 或者已經有機 轉型期會代表 其實它的農地已經開始有機種植 但是它的泥土需要兩年的時間 再慢慢淨化 而經過兩年 如果再抽查它的泥土或者水質方面沒有問題 就會再給它一個綠色的有機認證 而外國就沒有這個轉型期的階段 其實現在香港也有很多人 越來越注重健康 會留意有機認證 其實是否多人進食了有機的食物 其實香港是越來越多人買有機食品 例如以我們店鋪為例 很多家長就算不捨得吃 但也希望自己的小朋友吃得更加好 所以他們都很願意買貴一點給自己的小朋友吃 或者他們甚至乎是買菜 可能只是買兩至三棵 或是菠菜、菜心給自己的小朋友吃 而我們也看到 是越來越多人去買的 另外也有些人 注重健康 所以也會聽到有些人說 經常說一種叫綠色食品 其實綠色食品 大家就這樣聽 綠色食品、綠色成品 究竟是否跟有機食品一樣 是否等於呢 其實綠色食品不等於有機食品 而這是很多人的一個誤解 綠色食品為何會出現呢 其實就是一些商人 他們可能想標榜自己的食物很健康 而一些市民又未對有機 又深入的認識的時候 就會覺得有綠色食品這個標誌 就等於有機 但我們剛才所說 就知道有機食品一定要有認證 而綠色食品這個標誌 是不需要經過第三者去認證的 只需要它的廠商自己印下去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作為消費者 就要小心點選擇 其實綠色食品是屬於內地的 不是香港是嗎 其實綠色食品這件事是由內地開始 香港其實都會比較少見 但在內地就會比較多這個情況出現 其實之前和你聊天 都聽你說到 有某一類人士會特別喜歡 去選擇購買有機產品 為什麼呢 其實除了一些媽媽級 買給小朋友吃之外 其實一些患癌的人士 或者已經康復 癌症康復的人 都會特別買有機食品 主要是因為他們相信有機產品 他們沒有化學成分 還有農作物 沒有殘留的農藥 對癌症病人來說 當然未必能夠醫治它 但一定不會令病情惡化 其實是否比較多 患病的人士 都會更加注重自己的身體健康 都會多了選擇購買有機食品 會的 因為我們剛才所說 六十年代開始 越來越多人患癌 因為有機化學農藥的出現 所以現在多了很多人患癌之後 多了這一批人 更加注重自己的健康 而去選購有機食品 其實有機食品 在香港現在是否容易購買 其實現在香港相比起十幾年前 已經容易了很多 即是普及了很多 例如我們在一些大型的切級市場 或者一些商店 我們都可以買到有機食品 例如一些有機菜 或者有機的乾貨 或者在世界各地輸入的有機產品 我們已經可以買到 而且你也看到超級市場 如果有機產品 可能會有指示 說這是有機產品 或者一些商店 都會說到自己哪些產品是有機的 所以現在已經多了很多 但會不會有些市民會有點疑慮 其實我會不會靠買這個有機產品 在大型的超市買 會比在小型的商戶店買 其實都會有這一類的市民 當然他們的憂慮不是可以明白的 他們認為在超級市場買 一定有信心保證 其實很多小商戶 只要我們市民懂得分辨有機認證 其實很多商戶 去一些有信譽的商戶購買 其實都可以放心 其實有機食品 是不是每個地區都會遍佈 總會遍佈兩間 在香港來說 未必每一區都有這些店舖 我想這牽涉到的會是租金 在香港來說 或者會是一些區 平均市民的收入不是那麼高 而剛才我們也說到 因為有機食品的價格比較貴 如果市民平均收入不是那麼高 市民未必負擔得起去吃 所以現在香港來說 都不是所有區都會有這些有機店 但是超級市場來說 現在每一間超級市場都會有些有機食品 可以讓市民去選購 其實以你的經驗 有哪一種有機食品 是比較受香港人的歡迎 其實香港人主要是 現在來吃有機 主要是吃有機菜 尤其是我們最近幾年 聽到很多大陸的新聞 例如一些農藥的菜 超標 毒奶粉事件 之後其實多了香港人 會選購一些有機菜 因為有機菜 他們起碼知道 安心就是沒有超標的農藥 而且我們其實有機的概念 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不時不食 就是說你那樣的產品 其實應該在當做的時間去吃 而且也不要太多的運輸過程 減低我們那個碳的里程 去選購 所以很多現在香港市民 都喜歡選擇本地的有機菜 其實有沒有其他有機食品 是比較沒有那麼受市民的歡迎 還有為什麼呢 其實都有的 例如新鮮食品 一定是受市民歡迎 但是一些乾貨類 例如罐頭的有機食品 為例 因為其實香港市民 都普遍認為罐頭是不好的 一定是一些有防腐劑的 他們還沒有很清楚認識到 原來之前所說 有機只要符合他們的加工技術 以及用一些天然的防腐劑 就已經可以了 但是香港市民 都還沒有很接受到 罐頭的有機食物 所以罐頭的有機食物 在香港方面 銷路是比較差的 就是偏向新鮮的類 新鮮的 就是蔬果類 對 蔬果類 或者小食類 小食類 香港人也會接受一些 嗯 之前聊天 也有說有機的問題 在外國方面 為什麼會先流行呢 其實本來有機 沒有認證出現的時候 其實它的理念很簡單 其實不用一些化學的農藥 或者合成劑 在外國地方大一點 很多人其實自己在家裡 都會可能在後花園那裡 已經種植一些農作物自己吃 他們一定不會用一些有害的農藥 給自己吃 所以其實在他們 譬如加拿大 或者紐西蘭那方面 他們其實已經很普遍 覺得不用農藥去種植植物 所以去到 不過他們可能要輸出去外國了 其他地方都希望有一個標準 去知道你讓產品是安全的 所以就慢慢有有機認證的出現 原來是這樣 今天真是很感謝Carrie 你上來和我們聊聊天 謝謝你 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Carrie和我們說了這麼多 有關有機產品的事情給我們認識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